梅根在纪录片中大肆地披露皇室秘辛 不仅是英国民众 连澳洲知名主持人都看不下去 痛批两人想出风头想风了 自以为是皇室中最特别的成员 但是查尔斯三世还是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邀请两人出席明年的加冕典礼 哈利与梅根在纪录片中火力全开 不只遭到英国媒体重炮抨击 就连澳洲知名主持人也看不下去 痛批两个人想出头想风了 因为自己是皇室中最特别的成员 但其实真的不是 梅根在片中模仿曲线里 似乎是在扣诉皇室的封建礼节 引起各方的批评 英国皇室也没再怕 不止全员出席年度耶等音乐会 凯特还首度向国王以及王富邢曲线里 外界一直认为这就是凯特无声的反击 梅根也在片中批评 自己当初在多伦多拍剧时 遭到大批狗仔跟踪骚扰 求助警方却被无视 哈利也怒斥媒体紧迫逼人 导致梅根流产想不开 整场控诉也遭到多伦多警长反击 讽刺有些人永远有事 梁根对生活充满了负面情绪 因为营造出了备受王室虐待的受害者形象 还获得了好友免费出借 位于比伏利身装的五亿豪宅 为了转移哈梅的攻势 威廉以及凯特的小王子路易 预计在今年耶诞节献出处女秀 他将在耶诞节的早晨 步行到教堂参加礼拜 民众也很期待路易小王子 首场耶诞步行 会有什么可爱的模样 融化众人的心 记者综合报道